还没睡呢 啊 说几点了还睡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俩都气死我了 你等着啊 起床了 下雨了 收衣服 哎呀 二本六你干啥呢 哎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回到我年轻的时候 长发急腰 小姨父 是不是 哎 你咋来我家了呢 什么就是我家 哎呀你俩行了 可行了吧 酒醒没呀 啊 你说你俩挺大俩老爷们啊 昨天半夜啊 光光敲咱家门 喝的是离了歪歇的 一下子栽沙发 一直睡到现在 你说你俩是喝多少酒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 咱俩一块喝的酒 我也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小姨父 你给我打电话 你说你郁闷了 让我陪你喝点 我就劝你少喝少喝 这是少喝的样吗 一点没少喝 我跟他一块喝酒 他一会就喝多了 我一看他这么大个 我也扛不动啊 干脆我跟他一块喝多 一块找 小姨父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挺阳光的一个人 没事郁闷傻买的 就是嘛 我阳光 啊 对 我阳光 你没听那么句话吗 阳光总在风雨后 就你小姨 我媳妇 每天除了骂 就是打弄得我可委屈了 但是 不有这么句快板吗 听过没有 说怕婆娘 怕婆娘 因为爱她 才把她嚷 我是因为爱她 我大老爷们 我会怕一个女的 所以说我就委屈 我就找她 这就交丑 没想到啊 丑更丑 我看你俩我才丑呢 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 多危险呢 不危险 咱们小区们 全世界最安全的 幸福小区们 安全什么呀 安全呢 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 全小区的自行车 全让人给搬走了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哎 查监控没有 把这坏蛋抓出来 查了 而且目标的特征 特别明显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也不是矮个 不是咱俩 谁呢 陈佩思和攀长江吗 哎 就是这个特征 哎 人家陈佩思和攀长江 住咱小区吗 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不吃他窝边的 上咱窝来吃 你可别查了 就是你俩 你说你俩胆子胆那么大呢 啊 你把自行车楼搬哪去了 不知道啊 不是 小姨父啊 咱俩喝多了 是不是把自行车 偷出去给卖了 卖了 那钱呢 喝酒了 哈哈哈哈 他有行动呢 啊 我告诉你 还有更大的事呢 干嘛的呢 你小区有一个业主 那个车的玻璃 让人给砸了 谁这么缺德呀 查没查监控 把这个坏蛋抓出来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绝对不是矮个 还是陈佩思和攀长江 你俩都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 我离家出手 前程我给你过不了 哎哎哎哎 我给你过不了了 你走就走呗 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 你不知道 我们家最值钱的 就是化妆品 媳妇 你听我说 哎 要是我们俩砸人家 车玻璃的话 我们俩都干啥了 你问谁呢 啊 你问谁呢 你俩偷完自行车 卖钱 喝酒去了 砸完人家车 偷完东西 又卖钱了呗 卖钱干啥呀 继续喝完 没事 错了 你说你俩呀 啊 现在知道错没 知道错没 错了 看你俩以后也喝不喝 还喝不喝呀 那个 咱俩的 看你俩 喝得好啊 喝得太好了 哎 你俩都在呀 他俩干啥呢 反省呢 反省干啥呀 小姨父爷爷 二姑父 从现在开始啊 不管是电视台录像 还是报事采访 你俩就说是在我嘎唐当店喝多的 行不 华老秦你是不是疯了 啊 你只要他俩喝多了之后都干啥了不 干好事了呗 好事 啊 昨天晚上他俩 我跟你说 怪说了 我俩都承认错过了 哎 好事咋还不让说呢 他俩 昨天晚上 喝多了 把咱们小区所有乱停乱饭的共享单车 摆的那叫一个起 停的那叫一个直令 他俩吗 一个矮个一个光头呢 监控制看 我是矮个 我是光头 那不是 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那是别的小区的 二米列 哎 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 听什么说我们俩是小偷 对不起 不对 还有人家车玻璃的事呢 这个事就算了吧 对 别提了 我不去 不能不提 幸亏他俩 把车玻璃砸碎了 要不你小狗就闷死了 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 啥小狗 啥小狗 什么情况 是这么回事 咱们小区 二号楼 五零二那对夫妻 停完车之后啊 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 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 那小狗就没命了 是他俩吗 一个光头一样是吗 我是二哥 我是光头 你应该是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二姑啊 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 咋子 你跟他俩有丑啊 阿美丽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 带着你的化妆品 走 那个误会了 这事 这事就过去吧 好不好 什么过去 什么过去 过不去 小盲哪过 你咋来了呢 王你好 臭流氓 咋来了小王 正好你在这啊 你看看你家是啥人啊 好 我黄小黄虽然是大龄诞生女青年 我不想把自己嫁出去 但是 我是一个真派的人 就他俩 你 是你吗 给我没玩意啊 是你 嘿嘿嘿嘿嘿 你闪开 你 你过去 你自己闪开 你干什么好事 怎么听了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小黄 小姨父 小姨父啊 我痛心呢 我小姨父 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小姨父啊 是 小姨天天打打你 骂骂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 你酒后乱性啊 你就啊 啊 你就对这些小黄 产生非分之想啊 还好你不想别人 啊 你 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段呢 你看看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臭流氓 前生 反正你真的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你 你先等会 我骂他两句 哎哎哎哎 好啊你 人家二米粒对你多好 啊 你就对人家黄小黄产生非分之想啊 不用脸 臭流氓 我不知道啊 坏蛋 一顿大坏蛋 从现在开始 不许说在我家饭店喝多的 我跟你们俩 一刀两断 断不了 断不了 麻烦了 好事 你俩 哎 不 哎 小丝 我找你俩一天了 你俩猫家了是不是 好兄弟 小丝 误会 啊 我 我不是故意的 都赖着酒 喝了酒以后有点乱小兴了 对不起 俩别说话 哎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追求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听着这词怎么那么耳熟呢 不是这是谁跟谁学的呢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人家等你这句话已经等很久了 你怎么才说呢 你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高贵 要不是因为他俩 我今天也没有勇气和你说出来 跟他俩有啥关系啊 就是他俩 他俩昨天晚上喝多了 就这两句话 咱俩都教了我半生 是用视频教的吗 视频 亲爱的黄小黄 是用视频 对 就是这个视频 但我就纳闷一件事 我向你表白怎么发的是他俩的视频 你问谁呢 啊 我 我 我 疼 疼 疼 哎呀 咋的啦 瞎发视频 我差点给我媳妇打电话 把头按自首 我媳妇差点带着化妆品 离家出走 疼 哎呀 哎呀 你俩闪开 你干啥呢 我多丢人呐 我就会答应你吗 这么多人 人家咋答应你呀 什么意思啊 他是答应还没答应呢 好像是看不出来 以后你去中医啊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表白啊 明白了 大恩不远谢啊 谢谢二位哥哥 晚上请你俩喝酒 你俩也去 嗯 都缺了 哎 哎 我拿酒来 我压压惊 哈哈 哈哈 哎呦我再给你炒俩菜 来 二姑二姑 那怎么卫视啊 上我那喝不就完了吗 对 小姨姑爷爷 二姑姑 你们俩以后干好事 能说在我那喝多的不 我闭嘴 他两面三高的 从今后不去你那儿了 要去你那儿也行啊 不需要钱 行行行行行行 哎呀 小姨夫 我跟你说得严肃起来了啊 以后真的不能再喝酒了 咱俩都断片了 多危险呢 是 你说咱俩要是不喝酒 咱好好的做这些好事 咱得多自豪啊 是 就是啊 是 这正是 昨晚发生许多事 搬车救狗帮小三 要是能把酒戒掉 放心一定戒 对 哎哎哎哎 没事 我俩呀 吻味 咱俩 咱俩